40岁以上的家人,千万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跟何一老师练习一个动作,拉伸你的全身 不跑,不跳,不伤膝盖,不伤腰 这个动作叫做圆猴探身 双手分开,食指交叉,反向的 用掌心向前推,然后将我们的双脚打开 略宽于肩,向前去推 让我们的后背和地面呈180度 然后收回我们的胸前掌心 向我们的胸部再向外去推 这一个动作,不跑,不跳,不伤膝盖,不伤腰 特别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锻炼 每天练习50下到100下 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 好,就这一个小动作 但是它作用非常大 所有家人们点个关注 点点关注,不迷路 关注何一老师 不活99,我们谁也不许走